可是侯友宜坦白講 我覺得不敢 好 這個正好要分析 國民黨內這種遊戲的規則 是這樣的一種玩法 那老實講就外界的看法來看 還真的是可以搞成這個樣子 但問題是如果侯友宜 在這過程當中被消耗掉 那朱立倫其實外界也背負 很大的罵名來玩 那他們兩個不會兩敗俱傷嗎 這個還要跟外面 還要再跟民進黨競爭 那他們不是已經互相內耗 那這樣怎麼樣去總統大選 基本上現在朱立倫能耗的能量 也不是很多 因為他民調不是很高 真的能耗到的 其實耗到侯友宜 那侯友宜很反撲的地方 當然是這群民黨是朱友宜 然後但是反撲的情況底下 是兩人連手 一個是蔣跟黃 他在這個中常會的時候就反對了 接下來才是侯友宜 整個新北市的議長跟市長聯手反對 他們左眼當然是總統的這個大局 但是有一群人反對的是 左眼裡立委的部分 左眼裡立委的部分是誰 徐曉青 左眼裡立委的部分是誰 宗佩軍 副軍企業為什麼要弄大局條款 原因又一個很奧妙的地方在哪裡 國民黨的提名方式跟民進黨不一樣 先立委後總統 這奧妙在哪裡 我是先處理這立委 立委區域的處理完之後 後面是處理什麼 處理部分區 立委的區域立委跟部分區處理完之後 整個朱家軍就整件完成 就成型了 我就成型了 都是朱人 所有的人你都要歸屬於我朱 你才有提名權 所有的人你都要歸屬於我朱立倫 你才有可能列民部分區 列民部分區以前我不要說了 你如果沒有一定程度 對黨有所貢獻的話 你怎麼可能會在部分區的名單當中 到時候他兵也有了 糧也有了 黨內要校正 兵強馬鑽 什麼都沒有 這時候就對決的時刻到了 後面總統大選就對決時刻到了 那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好剛剛說謝龍介 謝龍介為什麼說 選策會已經成為負面名詞 所以頓丁不想進去 謝龍介他為什麼要請你解圍 他怎麼突然找到謝龍介 是因為羅志強在臉書裡頭 建議說你應該是找謝龍介 找這個蘇清權 他才把那兩個人放進去 可是你要找他的時候 你有沒有打個電話去跟謝龍介問一下 說你要不要來 謝龍介現在去等於是幫你朱立倫解圍 我幫你解圍 你部分區要不要給我 你也沒有講 我如果現在 條件沒有談好 對也沒有談好 你部分區不給我的話 那我一定要選區域的 我選區域的 那不是又是鍾佩君講的 你就是要選區域的人 你還跑去這一個選策會裡頭 他不是要被人家做指責對象嗎 你看今天謝龍介受訪的時候 他還幫侯友宜講話 他說他認識了侯友宜好幾年 侯友宜一路都在承擔 從2018年參選新北市長 相信承擔比黨交付的只有多 沒有少 侯市長承擔的多不多 黨內都清楚 有沒有承擔 不是你个人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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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好 情況底下 金曉冬到現在某個程度 像余妹妹剛剛分析的 他是站在黨中央的對立妹 金曉冬到當年操盤的時候 就是把王金平貼兩個字 那大胡趕快打了黑金他就倒了 那這樣的同樣方式 也是要把叫侯瑋瑜貼 朱立倫這一群人黑金 也是用黑金的方式 把它貼標籤 謝宏建絕對不會去參加 那謝宏建你去加入 這一個你的選冊會 我幫你那個朱立倫解圍 可是我卻陷入重圍 也沒有不曉得有沒有部分區 結果我這個區域能不能選 我也不曉得他幹嘛假如你選撤會 謝宏建的下一步可能是要盤算什麼 盤算什麼 當然是想要進入立法院 他一定想要進入立法院 不是部分區就是區域 部分區你要看朱立倫給不給他 朱立倫跟他以前的關係 就一直不是非常好 可是拉回來講 你就在看選撤會這些成員 注意看喔 這些人就號稱以前是本土藍 你看傅崑奇以前跟誰很好 跟老王很好 李全教跟誰很好 跟老王很好 這些人都是以前被 金小刀求理過的人 但是站在朱立倫對立面的人 那個都是跟金小刀很好 謝宏建的很好 所以國民黨必須說 他們現在不只是內戰 他們內部已經開始在分裂了 是 這個內部分裂的情況 還真的是非常的細微 因為可能是誰跟誰的人 過去誰跟誰好 現在謝龍介都說 這個選擇委已經成為負面的名詞了 所以一開始他說 記者去問他 是入選瞬間是沉默的數秒 所以這當中有太多的算計來證好 包括謝龍介還有李全教這些人 顯然在檀安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好瞧嗎 那跟朱立倫之間的關係 又跟這個對照的侯友宜 那看起來還真的是非常的複雜 我覺得李全教跟謝龍介應該這樣講 第一件事情 李全教的入選 絕對不是為了要選 去處理台南市的選情 台南市國民黨立委沒什麼好選的 就是你懂的是嗎 因為藍印在那邊是沒有立委的 沒有票嘛 我跟你講這樣講 每一個政黨最難處理的立委的選區 都是自己優勢選區 對 對於民進黨來說最難處理的選區就是往中南部走 對於國民黨來說最難處理優勢選區就是台北 我認為李全教竟然原因就是因為傅崑崎去思考 未來怎麼樣好瞧嘛 當然兄弟啦 大家反正都一起來背書 李全教也不在乎 這件事情這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好今天李全教變成劍拔被拔下來了嘛 那補一個人上去 那黨中央馬上說那都要往台南找嘛 因為是台南換台南嘛 那朱遠第一個已經想到謝隆介嘛 因為國民黨在台南沒有人了嘛 可是第一時間應該是要想謝隆介才對 他不是才選市長而已 那謝隆介不好瞧嘛 我講不好瞧嘛 因為原本的設計是兄弟會嘛 大家比較好瞧嘛 傅崑崎兄弟會嘛 好那今天李全教拔掉 要往台南找 所以不可能高斯伯嘛 所以台南想一想去就謝隆介 可是謝隆介為什麼不要 很簡單兩件事嘛 第一個 謝隆介不想現在變成這個 那叫做看板人物嘛 你懂我意思嗎 我今天因為這個形象很爛 我弄掉換謝隆介來 那謝隆介就擋刀的嘛 為什麼要找謝隆介 請韓粉閉嘴嘛 深藍的人士閉嘴嘛 可是謝隆介為什麼我要作駕 為人作駕 我既然這邊是怎樣 台南立委真的我說的算 也不是啊 也是傅崑崎說的算嘛 所以謝隆介第一個不要的原因就是 我不想成為你的看板人物嘛 我不想為人作駕 然後我又沒有未來可以得到什麼東西 第二件事情 謝隆介自己也想進不分區 我進來這邊我怎麼把自己排不分區 沒得白了嘛 又是求援兼裁判 對嘛 或是說謝隆介自己也想挑個 比較好選的選區嘛 那我現在這邊我怎麼了 我就完了啊 所以謝隆介當然不要嘛 可是問題是 好今天李全要遲了 謝隆介不要 那請問國民黨怎麼辦 對 那就量半啊 有誰規定要幾個人 沒有規定要幾個人 沒有規定 台南一定要有個人 不是有的規定提名 這類委員會一定要幾個人嗎 沒有嘛 我中期望可以負責台南 對啊 台南高雄全包 我主委員粗魯一點 我就附恩其一個人行不行 行啊 也可以 沒有規定幾個人嘛 所以這些都是在糊弄的嘛 我跟你講 主委員擺這個名單出來 擺完後 就是糊弄 你今天侯友宜說有黑金 我就跟侯友宜說 這就是違反黑金 你們討厭李全教 那我就不要李全教 這些都是糊弄 他唯一的目的 就是唯一不可以退讓的核心 利益是什麼 規定要在 就這麼簡單嘛 他是主要大將 然後侯友宜的人嘛 不能在 就這兩個原則嘛 侯友宜的人就對了 對 就這兩個原則嘛 其他都是糊弄的嘛 所以這些是大家也看不懂嘛 下周三那個調整名單 調整人士 大概也就是這樣 那我就調整一些 好 我很簡單 你們覺得要清新對不對 我找一些蛋頭學者來 行不行 那是橡皮圖章 你要年輕人是不是 我找個青年總團長進來 屌了吧 18歲 20歲的 那又怎麼樣 還不是傅規矩說的算 搞個東華大學的校長什麼教授 都好兄弟 對不對 對